以來,有齊支持2021年人口口茶 對於你來說,夏天時尚的物品是甚麼呢 對於我來說,不論是男生或女生的 夏天物品是一身漂亮的皮膚 因為來到夏天,都會穿上背心、短褲或短裙 所以不僅臉,即使連大腿、手臂 全身的皮膚好嗎? 全部都會無所遁形 我聽很多人說,為了護膚 他們甚至真的會用牛奶洗澡 但我最近發現了這件事 大家猜不猜到它是甚麼呢? 是用來喝的?還是用來塗身的呢? 也不是 其實它是一個據說含有維他命C、牛奶粉末 還有抗炎保濕精華的香薰淚芯 只要放在花灑後面,扭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真是超級方便 我記得小時候,媽媽也放過片糖在水上 讓我洗澡後皮膚沒有那麼乾 用了這個濾芯之後,我也感覺到同樣的效果 皮膚也挺水潤的 這杯就是我專門用經過濾芯再出來的水 尤其是這款我最喜歡的芬衣草味 好像還有檸檬和玫瑰味 現在每次洗澡,都覺得自己好像在洗澡一樣 來到夏天,太陽對我來說簡直又愛又恨 你看到我的身上,小小的小麥肌膚 就知道我有時也會有戶外活動 雖然我有茶防曬,但有時也會曬傷 對於曬傷的皮膚 芬衣草味就是最好的修復產品 我知道有些人會自己種芬衣草味 然後切出來再敷在皮膚上 但對於我來說 這些現成的芬衣護膚 gel就最適合我了 只要厚厚地敷上這些芬衣草味 gel 就可以減低 因為曬傷而造成的皮膚傷害 還可以即時舒緩和降溫 令皮膚減低受損 其實這一瓶是經過我特別處理的 我們將它在冰箱中冷凍了才拿來用 我發現不只是曬傷的時候才適合 平日也可以敷臉或手腳 一樣可以做到舒緩保濕的作用 很舒服 現在有了一身兩折的皮膚 夏天穿甚麼衣服都無敵 我和Jay身上這套衣服 都是出自楊展的設計 你可否介紹一下它 Omi身上這套是有不同的材料 亦有很多層次感 她用了很多種不同的麻布 有些的紋是較快的 有些是較大的 有些是透明的 有些是不透明的 沒錯 這真的充分展現到 如何由層次來做到飄逸的效果 可否說一下 這裡用了大約幾種不同的麻布 因為你剛才這樣說 我試一下掃 原來是一塊塊都很不同 我掃不到 對,大概四、五塊 亦配搭配搭配搭配透明 再加上這雙鞋子 又可以露到腳趾,又配搭夏天 用了木底 令到充乾和強的感覺 更顯現出來 沒錯 而且我看到材質上 令整個感覺除了輕薄和飄過 其實都很立體 是否在剪的時候 剪刀要如何很細心地剪 才能剪到這種立體感 我們很少畫圖的設計 多數是在雙鞋子裡亂剪 令它出錯 或者將不同的形狀或不同的衣服 組合在一起 其實是一個首先將它破壞了 然後再重組的一個想法 即是一個好像很隨意 但其實有很多東西在玩的過程 是的 剛才說的是隨意剪 即是自由手 因為我留意到 我這個T恤的領 我一開始穿的時候 都會覺得 我是否拉極也不對稱 不對 但原來它的設計就是這樣 整個構造中沒有對和錯 整個構造中沒有錯 對,我們正在挑戰錯的為美 因為這樣才能找到新的東西 真棒 不過是 我看到剛才Omi說得很對 就是我們兩套衣服 都有一種不對稱的感覺 可否有形容一下我這個 介紹一下其實是做了甚麼 在手腳上 你這個也用了很多不同的鞋子 其實我也是隨意剪好幾塊鞋子的圖案 然後再將它在椅子裡3D重組 又成為一個剪 你的裙子也是,它有兩個層次 下面有一個米色,上面有一個黑色 黑色有一個比較坠 上面很窄,很輕 下身就比較重,還有一點重量 走上來的飄逸感就很漂亮 對,這個真的完美展現到 很上、輕、下、重的一個配搭 把整個平衡拿回整個平衡 對,再加上我的鞋子 也是一個很厚實、很重的感覺 為何會想到在你的設計裡 你的衣服配合一個這麼重型的鞋子 其實是一個輕重的對比 而且我做很多表演的事情 就是跟舞蹈員合作 你就知道原來有一點東西 控制了他的身體的動作 其實你無論走路 或者身體的動作軟 就會出現到 對比是很強烈的 這也是設計的重點 以及今次的米色 以及剛才你看到的藍色 其實這個米色是你隨意可以染到 你想要它變紅色 要它變藍色、黃色 其實你是可以去染的 你是想設計完出來 讓人再去染、再去玩 對,其實是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最根本的 其實是這些什麼顏色都沒有 你會附加一些什麼顏色給我們 或者你給什麼這件衣服定義為它 我很喜歡楊展你這個地圖 因為你剛才也說過 就是你可以把自己的訊息 放在你穿的衣服上 即自己就是畫板 因為我今次就穿全白 但其實我之前是穿過楊展的衣服 就是全黑在2018年的金像獎 那次的材質比較靈性 以及皮質 今次我就穿到它這個夏天版 是很舒服的 但白色會不會比較難穿 其實不要怕自己 可能我胖或者我的腳斷 其實不用擔心 其實穿得自己舒服 而且最重要的比例就是 這些黃金比例 上重下輕下重 鏡頭一個鍵盤 對 反轉 對 反轉一些鍵盤 寬和窄 你會穿出形狀 還有 飾物上又如何配搭呢 我看你搭著銀鏈 那要對我們的風格 那就比較深刻或者比較磅 其實你可以配襯不同的風格 然後又會更換另一種風格 例如我現在身上沒有任何飾物 這個給我一個很輕的女生的感覺 但配上了一雙鞋子後 我馬上想像,如果跟楊子彥所說 配上一些比較豐富的東西 一些滑鼠、金屬 或者一些黑色的厚的滑鼠 也可以配上我的裙子 感覺應該會立即很不同 沒錯,我們應該要打破 會有一種覺得怎樣穿才對和錯的概念 穿出自己的風格 一定會有自己的味道 今集非常感謝楊子彥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潮流資訊 和穿了兩套這麼漂亮的衣服 完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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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